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現在這個面對的我們對面 這個區域是工作 我覺得在這個空間 可以跟大家討論這個事情 我說一個是很感動 因為我們過去跟他 很感動有這個機會 可以用這種方式 我們市政府的長官 我們的民意代表 我們的民眾 直接在這個開放空間 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民主的精神 大家不是說 跟我們來講講的 尊重選 以前是我們用這種對話的方式 讓大家想說出來 有什麼問題來討論清楚 甚至我們希望的就是 未來有機會 我們這個市公所可以開放 情侶開放 讓大家可以去尾 我們去尾的時候 可以去了解說 這個建條文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值得 我們去學習的地方 教育怎麼特別都遇到這個問題 我們特別都面臨這樣的抉擇 歷史文化跟經濟發展 一定要逼兩項要選一項 一定是這樣嗎 但是這檔對教育市來講 我們有兩個很大的意義 一個意義就是 我們為 我們為 管他市變成績市 就是在這個地方 第一 就是 我們 大家說 嘉義其實是民主性地 其實有在這裡開始 為什麼 因為 柯瀉憲在這裡做市場 柯瀉憲在這裡做市場 這對嘉義人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感受 很大的 願望 也很大的 歷史共同的記憶 柯瀉憲在這裡做市場 所以我們才有開始民主性地 這個關係 所以我今天要具體的建議 打嘉義 舊嘉義施工所 這個地方 作為我們未來探討 嘉義如何面對這個問題發展的一個開始 第一行 企護已經 我們徒市長也很認真 已經很高 就是這個地方要開放 大家可以更了解 更了解 更了解 去裡面看 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第二個 我具體在這裡建議市府 開始類似這樣的座談 公聽 一樣一樣的辦 甚至找我們建築界的 找其他的過去其他縣市的 他們的例子 來給大家做參考 是不是非得拆掉不可 全部拆掉不可 是不是這樣 越多的經濟的 越多這個座談會 越多的內容的探討 越多不同的角度 來思考這個問題 該人知道 真正找到說 我們到底要愛什麼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是新副理 我是這邊的里長廖淑林 請問在座有新副理的里民嗎 有的話請舉手好嗎 謝謝 可見我們新副理民很關心這個問題 而大部分其他的是 不是新副理民的民眾 所以這個是整個嘉義市共同的話題 那麼我在這個地方當里長 我當然要替民眾發聲 因為我們都希望明天嘉義會更好 那麼嘉義市政府 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財產 是我們的依靠 當然我們有參與 跟知道的權利 最近 也有人民眾跟我講說 我看是痛痛的 廟災團去大樓 去包的公司 比較簡單 其中我要麻煩 比較簡單 但是我想我們不要 試著挑軟的詞 不要太簡單 我們想嘉義市如何更好 這個是我覺得 為我們後代子孫要做的事情 那現在呢 我以新副理理長的身分 要求請求 拜託我們市政府重視這一塊土地 認真的來看待這個救市工作 不要荒廢它 理論上我今天不是來講的 我是來聽的 我來聽聽說大家的聲音 所以這種座談會是需要的 大家去講講講 講到大家都 我得力啊 署長是要聽 多數人的意見 你講的有道理 人家會聽 會感動 那感動什麼呢 感動說文化是要保存的 問題是文化是硬體還是軟體 我們要保存的是 空洩現老市長老了來的精神 還是記憶 還是我們的感情 還是說這個硬體給我們的感情 文化也不是說全部都是舊的才是文化 許之前以前都沒有文化嗎 也有文化只是不一定保留下來 但是文化可能人家想到許四年是說 他創造的那個噴水層 文化也是要創造的 文化是活的 那第二個文化是要永續的 不管我們角度是怎麼樣 我們要緊密在一起 不管你反對也好 贊成也好 我們一定要緊密在一起 我們才能為整一個圓滿的公共議題 但是我們也應該更積極的方式來講 剛剛市長也提到說我們要創意 我們要無私 我們要用這個精神的一個保留 我不是空間上的一個保留 我們要把它發揚光大 我們要把這個死官 我們放到未來的幾百年這樣 所以我們後面那個八棟的部分 我們就禮拜五前天就簽了 六四個工作天 把後面不相關的部分就拆了 那當時那個正義也提到說 錢哪有夠要不要這樣 那我們也準備 市長講說我們這個錢哪有夠 我們大家一起來 因為是公共的嘛 來整理這個環境 到時候我們也會公告在我們市府的一個網站上面 好不好 雖然它不是日治時期的木構造的建築 但是它其實已經陪伴了我們六十年 然後在拆聚益所的時候 其實我們獲得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要拆掉這個救世公所的時候 首先在議會的時候 我們幾位老的議員 像張榮藏議員 蔡榮豐議員 首度我聽到了他們的發言 希望這一棟能夠保留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的議會 跟市政府是合在一起的 這些老議員 他年輕時候的問政的經歷 就在這棟建築物裡面發生 那文化局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會辦一個座談會 我們會把全台灣好的活化再利用的案例 跟大家介紹 那在那個座談會的時候 我們也會開放更多更多的討論 希望所有的市民能跟我們大家 一起來思考 所有的古蹟跟歷史建築 歷史文化到底能夠給我們帶來什麼 關於這棟建築物到底要拆還是不要拆 現在是一個過渡期 可是重要的是 我個人認為重要的是 這棟建築應該要打開門 讓我們走進去 看看裡面到底有沒有寶 有沒有寶可以尋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現在此時此刻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這邊要邀請市長給我們一個承諾 就是這個地方承諾一下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打開 讓我們進去 我們可以動員志工來整理 那我們也可以進去之後看看他到底有沒有寶物 還有我們可以怎麼樣活化他 那個想像空間才有辦法打開 所以請市長回答這個問題 謝謝 要進去看這個應該是可以除非 我們短文化的出場的人說 這已經佔定古蹟了 你怎麼可以進去 萬一破壞怎麼辦 怎麼講這個 這個部分我要請我們文化局來回答 因為文化資產保護法 它裡面有相關的規定 指定古蹟 佔定古蹟 它有不同的維護方式 所以這個是不是請文化局 協助一下幫忙把那個詳細的法規找出來 市長您指示我們方向就是要開放 所以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雖然它被指定為暫定古蹟 可是你其實只要不要去動它的 古蹟的本體 其他的環境的清潔的工作都是OK的 只是裡面的話 我們就是會配合財政處的部分 進去的話可能就是環境的整理 那未來的話 因為它畢竟不是一個已經 整修好的一棟建築物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門窗的破損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去修補它 市長幾月之前可以開放 我沒有辦法知道 因為這個東西還要清潔裡面 有沒有危險 可能要需要暫時把它畫起來 這個地方不要參觀 這個東西可能要畫一下 這個就是公理參理就是在這樣的討論 我想知道 一 我們到底有多缺錢 那我們錢要用在哪裡 第二個 古蹟能拆嗎 拆了還是古蹟嗎 那還有第三個 為什麼剛剛市長說 這裡是文字館 文字館這麼久 那我想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鎖起來了 而且我們都很有禮貌 我們知道它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 沒有人用在做文字館 跳到第四個 如果這是你的祖產 祖產能賣嗎 那我希望說 是否能夠 你讓我們這些很肯動老金的人 可以先告訴我們說 到底這個地方 要怎麼樣才能夠具體的 依法的能夠執行保留 那保留呢 我非常贊成剛剛 李立偉的說法 就是它是一個現代美術館 美術它是不需要 它是需要很多人文文化的 內在文體 就像剛剛主長說的 但是它不一定需要那些高樓建築 才能夠幫忙完成 所以 我也贊成這個地方是保留 然後很請大家的支持的幫忙 謝謝 所以希望市長可以 聽取一下財政處長的建議 不要消極保留 積極一點 那 剛才幾位長官 看就是 都有大概說明一下 好像有一些 資源好像不太夠 然後有些管道卡住了 那很多程序要走 但其實在這個 嘉義市的 我看過嘉義市的稅出稅入 文化教育的比例 占超過總稅出的三分之一 但是這樣的一個比例 其實有點難說服我說 怎麼要保留這一棟 為什麼要好像很少錢 然後又很少資源 這到底是為什麼 這就有點奇怪 他在做比較的時候 嘉義市市民的人均 每一個人的平均的負債額度 是只有三千多塊而已 其他包括高雄市 或其他包括台北市 新北市 有的都是幾億萬塊 可是我認為說 因為這個部分 他比較的基礎 是不一樣的 因為 在比較上 我簡單說 譬如說我們嘉義市未來 如果要做鐵路高價化 鐵路高價化的 預算總共是275億 地方自籌款 總共要99億 接近100億 如果我們決定 要做鐵路高價化的時候 地方自籌款 在我們自己只要 做一百億出來的時候 如果 我們一開口 市場是三部工 要做的時候 我們的人均負債 除以27萬人 我們馬上 會多三萬幾個錢 所以到時候 如果說 要做鐵路高價化的時候 我們的人均負債 現在會從現在的三千多塊 馬上暴增到 人均負債是三萬多塊 已經拜託 鐵路高價化 所以什麼時候開始 下個禮拜就可以開始 那開始進去以後 如果 看起來都很好 或是把不好的地方圍起來 說這個不能經過 那 我希望我們 助攻要注意 小心自己 因為我都沒有進去過 沒有開 我們還沒有 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危險 我們是要 我們鐵路高價化 但是來更能說 保證這個 動線沒有危險 這樣子 說不定不需要到 10月 12月 27號 說不定他們 如果不需要裝修太多 我們製作朋友 說不定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就把他弄清 弄清潔 可能 我們就提早 大家進去裡面看看 那我覺得 就像剛剛 委員跟市長講的 與其去討論說 他是不是應該要留下來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他要如何留下來 因為這已經是醫會已經決定的一個事實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留下來 我們就必須去提出一個方案 去說服醫會說 他有什麼價值留下來 那這邊我個人有一點點小小的建議 希望可以讓你們做參考 那第一點是我覺得 公有土地應該是作為都市整體開發的一個推動的領頭養 所以說 如果這塊在市中心的土地可以保留下來的話 應該是對嘉義市的整體觀光開發都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覺得嘉義市目前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說 有一些觀光景點 但都是點 都是各個點 並沒有一條線把這些點全部串連起來 所以如果藉由這塊公有土地 然後去對整個嘉義市的觀光做一個發想 然後去推動嘉義市的整體觀光 我覺得這點是可以去琢磨的 就是重新對嘉義市做一個定位 然後就是由這點去推廣這塊土 去發想說這塊土地要怎麼使用 那第二點就是 我也很認同剛剛市長講的就是說 用公開淨土的方式 我覺得這點真的是非常好 因為公開淨土可以吸收很多人的意見 然後加深民眾參與 那這裡我有點小小的建議就是說 或許我們可以不需要用一般的民間淨土的方式 而是針對大專院校 因為像我們知道台灣其實有很多關於都市規劃 或是建築都很有名的學校 那學生在一些想法上 他說他會比較有創意 那說不定他提出來的方案 會比其他就是民間團體更加的就是 更加有突破跟創新 那我覺得就是有這一點之後 政府可以可能 可以從就是通盤檢討計畫 或者是一些都市更新法下去著手 就是把這些意見 那部圖管 是建築管理跟都市計畫裡面 然後重新做一個發想 那第三點就是我也明白就是說 政府可能他必須要去統合各個利益團體之間的衝突 那關於財政方面 因為我也不是很了解 那我提供一點點小小的建議就是說 或許我們可以考慮用ROT或BOT 或是設定地上權的方式 就是讓這塊土不是直接賣給財團 而是我們保留這塊土地的掌控權 然後又可以兼顧民生發展 那以上是我的小小建議就是說